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徐怀玉忍不住吐槽起献歌 两人相爱相杀的场面十分逗趣 而徐怀玉口中的绯闻 则是称国光女神安逸爱被拍到与吴宗憲互动频繁 也被放为新线嫂 现场吴宗憲先是诚情称 两人只是狗友而已 因为两人都养了鬼屏狗 小爱应该来上节目 今天应该接受我们访问 没问题啦 拍那么久都没拍到什么好东西 狗友 对啊 狗友 狗友就是 狗友啦 狗友实在话 不过现场许怀玉 也是现场开启了花式夸献歌模式 没想到这里面其实也埋下伏笔 献歌的优点就是幽默 对 爱狗 对 爱狗 然后那个狗如果自己不能够照顾的时候 就请别人照顾 对 找一个爱狗的人来照顾他 对对对对 像我家就有高龄18岁的一次雪纳瑞 对对对对 他现在就已经在安养这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献哥没有说过要帮我照顾他 而说到即将到来的演唱会嘉宾 会不会是献哥 徐和宇直呼 献哥的演唱会没有找他当嘉宾 他也不会找献哥 还趁机调侃他的绯闻 表情满满都是戏 看来相当在意新献嫂事件 不过他又话锋一转 表示自己对献哥儿子比较有兴趣 力争当儿媳妇 献哥已经都请完别人 也没请我 所以我也不会请 对 狗心了 狗心了 而且新献嫂也不是我呀 你儿子来就好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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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那还在美国啦 你就现在先叫他过来 没关系 我先见识一下 先见一下 对 我先见一下 先录一下 我对你儿子比较有兴趣 哈哈哈哈 小鲜肉 哎呦 陆希派喔 OK 好啊 好啊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新献嫂了 哎呀 你看你就在意这个 我只能叫你岳父了 哈哈哈哈